麦奇麦奇快过来 突发新闻突发新闻 龙卷风已经穿过了钻石和绿宝石矿 导致空中有几百万块钻石和绿宝石 它正在朝村子前进 龙卷风的高度超过50米 我们建议大家躲在山洞里面 这样就有更多的可能幸存下来 龙卷风已经摧毁了沿途的两个村庄 哇哦那有多少颗钻石 麦奇现在不是关心这个的时候 从天上掉落的钻石和绿宝石都非常的重 我们得赶紧跑 我希望这个报道就是新闻播报员跟我们开的一个玩笑 但是我觉得这个似乎不是一个恶作剧 村民们正在慌张的在农场里收集食物 等等那是什么 一个魔像傀儡正在举着一栋房子逃跑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觉得这就是一个恶作剧 但是现在我已经完全相信这是真的了 它正在给自己的房子增加重量 这样它的房子就不会被龙卷风吹走了 由此可见这将是一场非常大的龙卷风 这个龙卷风太大了 所以我想我会躲到地底下去 我希望这可以让我活下来 我们回家吧麦奇为什么 我现在有一个计划 真的吗结结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们需要建造一个坚固的庇护所来生存 听起来很不错 我们就只有一点点资源 我们得赶紧行动吧 龙卷风马上就要到达我们的村庄里了 最好是在地底下挖洞建造一个庇护所 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我们必须把农场里剩下的蔬菜带走 我们肯定需要它们 但是我们要在哪里建造庇护所 或许我们可以选这个地方 你怎么说 我觉得这个地方确实可以 哈哈太好了 我们已经建好了黑药室地板 现在我们必须建造玻璃墙壁和天花板 是的 你认为这个庇护所可以抵挡龙卷风吗 但是新闻播报员说了 龙卷风已经摧毁了两个村庄 也许我们应该尝试着离开村子 如果我们离开这里 我们可以躲到山洞里面去 龙卷风太强大了 而且我们已经建造了一个庇护所 我觉得这个庇护所可以抵挡这个龙卷风 我们使用的玻璃是全面加固了 看看这个龙卷风 我觉得它真的有50米高 阿不好它正在朝我们的村庄扔钻石块 我希望我们的村子不会被彻底摧毁 看起来龙卷风已经开始摧毁我们的村庄了 但是我希望我们的家不会被彻底摧毁 太糟糕了 为什么我们总是遇到各种麻烦 龙卷风摧毁了沿途的一切 我想整个村庄都会被摧毁 我希望我们的庇护所能撑得住 不用担心卖旗 我想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的 龙卷风迟早会停歇下来 我们只需要慢慢等待龙卷风离开我们的村庄 我记得龙卷风很少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好长时间 所以即使我们现在去某个地方 龙卷风可能就会将我们吹飞 我希望我们有足够的食物等他离开 快看姐姐龙卷风正在朝我们的房子一动 不好这是我们昨天刚装修好的新房子 这太糟糕了 我们的房子被破坏了一大半 怎么会这样姐姐 我们等一下还得重建房子 龙卷风太强大了几秒钟就毁掉了我们一半的房子 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你快看那些寻求庇库的村民 现在他们都被龙卷风吹走了 太好了还好我们提前建造了一个庇库所 我真的为那些村民感到难过 他们竟然被龙卷风吹飞了 我想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龙卷风携带的钻石和绿宝石摧毁了一切 但是不用担心麦琪 我们等龙卷风走后就去治愈那些村民 只要我们可以坚持到龙卷风停止 说实话我从来没遇见过这么强大的龙卷风 我希望龙卷风快点离开我们的村庄 好吧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是的我同意我带了一桶水 干得漂亮麦琪 所以现在我们有水源了 而且我记得你从农场里拿了一些蔬菜 你觉得这对我们来说够了吗 我想我们的食物很少 嗯我想我们可以坚持的助麦琪 但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需要节约粮食 我们只能吃一点食物每顿 如果我们现在全部都吃了我们就活不下去 即使庇护所的墙壁是由强化玻璃制成的 而且龙卷风又非常的强大 我还是希望我们的庇护所可以保护我们 嗯好的我现在明白了我们只需要等龙卷风离开 你认为龙卷风什么时候停止或者持续多久 也许直到村庄被彻底摧毁龙卷风还没有停止 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们会在这个庇护所里面待多久 龙卷风才刚刚到达这里 所以我们还要等很久 我现在去把食物拿出来 我需要知道我们还有多少食物 快看节节地上的那些魔像都抵挡不住 他们也会被龙卷风吹走 我们需要去帮助他们 嗯看起来我们的食物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一点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坚持下去 只要龙卷风不会变得更加强大 我知道龙卷风携带的钻石和绿宝石越多它就越强大 我们不能去帮助他们这样我们也会被吹飞 你说的对如果我们出去我们也会被吹走 但是我不能看着我们的村庄被摧毁 我想我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 快看我的脚 我把铁块放在脚上这样我就不会被龙卷风吹走了 你真的觉得这行的通吗 因为我觉得魔像傀儡有十个铁块这么重 虽然我喜欢你的主意 但是我觉得现在出去还是太危险了 不要忘了龙卷风越来越强大 所以我们随时都有可能会被龙卷风吹飞 反正现在我就要出去 好吧那我就用这个连着你这样你就不会被吹走了 麦琪这里的风实在是太大了你得赶紧回来 龙卷风只会越来越强大 啊快点救我姐姐我要被龙卷风吹走了 你说的对我不应该出来的 我在尝试着勾中你因为你一直在移动 这样我很难用鱼杆勾中 太好了我现在可以将你拉回来 哈哈哈哈希望鱼杆不要断掉了 谢谢你救了我姐姐 你说的对外面实在是太危险了 龙卷风差点就把我吹走了 我现在再也不会出去了 外面太危险了还好我没有事 好的老实说我真的担心鱼杆会断 但是你真的很幸运麦琪 所以我们现在最好就不要再出去了 直到龙卷风完全离开 是的我同意我认为这是一个好建议 说实话我现在有点饿了 所以你现在可以给我做点好土豆吗姐姐 快吃吧我早就做好了 听我说麦琪我们现在要节约食物 如果我们全吃了我们就不能坚持到龙卷风离开 好吧我都听你的 我现在有个问题 你觉得我们如何重建我们的村庄 龙卷风已经摧毁了这里的一切 我觉得所有的村民都会去另一个村庄 我们当然可以重建我们的村庄 快看天花板麦琪 我们的庇护所好像一点一点的覆盖着钻石和绿宝石块 不好如果我们的庇护所被钻石和绿宝石完全覆盖 握力可能就会裂开的希望不会发生 我现在要做个黑钥匙之主 这样天花板就不会塌下来了 我觉得这样就可以多坚持一会儿 我认为龙卷风变得更强大 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觉得天花板和墙壁撑不了多久了 听起来很糟糕 我想我会再挖一个庇护所 但是只能在地底下 因为地底下比外面更安全点 我们需要挖个小洞 太好了我找到一块钻石块 它应该可以拍上用场 钻石越多越好 我们必须快点 我已经可以听到墙壁和天花板裂开的声音了 玻璃上已经出现很大的裂缝了 我不想进去因为你建造了这个庇护所 所以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真的觉得上面很安全吗麦琪 你还没有听见玻璃裂开的声音吗 好吧我现在不管你了 我要继续挖洞建造庇护所 我得快点 我觉得墙壁会在几秒钟内破碎 等等你在这里做什么 龙卷风到达这里的时候 我把自己埋在地下 因为我知道大部分的村庄都被摧毁了 等到龙卷风离开的时候请通知我 好吧你就待在那 看起来龙卷风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强大 我们可以活下来是因为我们建造了庇护所 哈哈我真的没想到在这里会找到村民 我以为所有的村民都被吹走了 但是似乎还有一些村民幸存了下来 我可不想听到每分钟玻璃破裂的声音都在加剧 我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没关系我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想知道龙卷风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这里 因为龙卷风已经待在我们的村庄好久了 我必须挖一个足够深的洞 这样我们就可以再次存活下来 好的我觉得这个深度应该足够了 看起来似乎龙卷风就在我们的庇护所上空 那是什么声音玻璃碎了吗 我得去看看麦琪怎么样了 我可不希望龙卷风将它吹飞 我不好 快点救救我姐姐我要被吹走了 啊我还不想死啊我要被吹走了 我快抓不住这里了 别忘了龙卷风的威力越来越强大 我来了不好我也要被吹走了 等一下麦琪我马上就来救你 我觉得我得穿上铁块迷彩服这样我就会变重 哈哈再坚持一会儿麦琪 我现在就来救你 我觉得我现在非常的重 现在我就要去拯救麦琪 最重要的是他现在还没有被龙卷风吹走 你终于来了姐姐 我还以为你会就这样抛弃我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我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 再等一会我就要被吹走了 不用担心麦琪再坚持一会儿 我现在已经想好怎么救你了 我会在壁库所外面将这个动物好 你再坚持一会儿你马上就会安全 我刚刚都已经告诉过你和我一起去地下壁库所 你为什么总是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麻烦 啊快点姐姐 我马上就要完成了 还好我带了很多铁块出来 铁块的重量应该可以抵挡一会儿 我必须快点了因为龙卷风看起来变得更强了 真的太好了我快要完成了 我现在得将顶部完成 这样麦琪就会重新被壁库所包围 抓住了麦琪你马上就要获救了 快点姐姐我不想死 好了我现在进去把缺口补上 在这里补上几块铁块一切就结束了 好的我已经完成了这里还要补上 哈哈哈哈太好了 我现在感觉好累 我的手已经没有知觉了我全身都在动 看起来现在麦琪已经安全了 说实话我不认为我可以做到 但是我很高兴能拯救你麦琪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你还好吗 麦琪好像已经晕过去了 或许是他落地的时候撞到了头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想想或许村民那里会有治疗药水 我听说你朋友的事情 这里是我所有的治疗药水 谢谢你村民 但是药水的药效很弱 他无法治愈麦琪 你得改进一下这个药水 给你我的酿造台 太好了谢谢你 村民说这些药水药效太弱了 无法治疗麦琪 这些温和的治疗药水 对麦琪来说没有用 还好村民给了我这个酿造台 我将三种药水混合在一起 那样我就有很大的机会治好麦琪了 那我必须非常小心地完成每一个步骤 要是如果我搞错了任何一个步骤 那样药水可能就会不管用了 因为麦琪总是给我惹上各种各样的麻烦 哈哈太好了 看起来龙卷风已经变弱了一点 我想龙卷风马上就要离开村庄了 没事的麦琪再忍耐一下 药水马上就要好了 太好了药水已经准备好了 我希望它可以起作用 嗯看起来我们得等待一会儿 药水马上就会起作用 太好了你醒了 我很高兴药水有用 我还担心药水就不了你呢 哈哈真的太谢谢你的姐姐 你又拯救了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情 就是你正在用铁块修补庇护所 你当时撞到头就昏倒了 我用治疗药水治好了你 但是现在可不是关心这个的时候 我觉得龙卷风已经变得越来越弱了 所以也许很快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我们得等到龙卷风完全离开这里 太好了真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我还有个问题 我们的地下庇护所为什么会有村民 你忘记了吗 麦琪在我们建造庇护所之前 有一个村民把自己埋在了这里 我前面挖洞的时候不小心把它挖出来了 顺便说一下我之所以可以拯救你是 因为这个村民给了我治疗药水 如果没有他你就不可能活下来 哈哈非常感谢你村民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你说过在地面上更安全 也许我们可以到外面去 不行我可不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 虽然外面的龙卷风稍微变弱了一点 但是还是不安全 先不说了我们现在得把地下庇护所建好 我想我们等建好地下庇护所的时候 外面的龙卷风会变得更多 现在别出去我可不想再救你一次 听我说姐姐你觉得龙卷风是从哪里来的 嗯我想他来这里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他还没有离开这里 就像是他是故意在摧毁我们的村庄 我可不知道什么原因 麦琪也许你是对的 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 我们很快就可以离开这里了 太好了我们马上就要建好地下庇护所 而且我们已经铺好了地板 现在我们要做墙了 哈哈我想我们从一开始 就应该在地底下建造庇护所 等我们把地下庇护所建好 我们可以在这里放个沙发 这样他看起来就像一个正常的卧室 我觉得这个地下庇护所 应该是全村最安全的地方 我想知道有没有村民幸存下来 等我们从这次的龙卷风中存活下来 我们得重建我们的房子 它已经被龙卷风破坏了一大半 那可是我们昨天刚建好的新房子 太好了我们完成了地下庇护所的建造 现在我们必须把家具放在这里 我可真是一个优秀的建筑工人 有趣的是有两个村庄 也在龙卷风中遭受了同样的摧残 好的我有很多的家具 你觉得这个刚建的地下庇护所怎么样卖起 看起来还不错 我很喜欢 说实话我还是更想出去 我觉得我好像待在这里等到龙卷风离开会非常的无聊 如果龙卷风永远不离开这里 我们该怎么办 还是说你根本没有想过 嗯不用担心卖起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已经好久没有听见龙卷风的声音了 我想我们现在可以出去吧 但是还是得再等一等比较好 因为龙卷风随时都有可能回来 我们可不能掉以轻心 谁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被卷入龙卷风中呢 说实话我很惊讶我们还有这么多的食物没有吃完 我想现在我们可以将剩下的食物吃完 听我说姐姐等龙卷风离开这里之后外面的路上会有很多钻石和绿宝石 听起来很棒 所以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必须将它们都收集起来 但是等龙卷风走后村子里的所有人都会获得钻石和绿宝石 我觉得你说的对卖起 如果每个人都有钻石那么它们的价值就会变小 老实说我们已经建造了地下庇护所 我很惊讶我们的庇护所现在还没有倒塌 我们竟然在这里坚持了这么久 太好了看起来龙卷风已经离开这里 现在我们就可以出去了 但是首先我们得制作钻石盔甲和钻石剑 听起来很棒姐姐 我现在只有几块钻石 我想应该足够了我给我们做了钻石盔甲套装 我们还有足够的钻石制作钻石盔甲套装 好吧虽然说龙卷风已经离开了 但是我觉得外面还是不安全 所以我们必须穿上钻石盔甲来增加我们的重量 这样我们肯定就不会被吹走 我很高兴我们可以坚持到现在 说实话我还以为我们的庇护所会被摧毁掉 但是看起来我们还是很幸运的 我们现在先不要出去我们缺少很多钻石 我觉得我们可以打破墙壁上的钻石块 太好了现在我们可以将整套钻石盔甲做出来 我要给我们一人做一套钻石盔甲 我现在有个好主意卖起 我觉得我们将房子重建之后 然后坐在沙发上边看电视边吃冰淇淋 你觉得怎么样卖起 听起来非常棒姐姐 再好我是姐姐 今天天气可真好啊 什么麦奇居然在打理农田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 哈哈我忽然想到一个好主意 我觉得我可以利用变形来捉弄麦奇 没错就是我变为我的世界各种各样的生物 到时候麦奇肯定会大吃一惊 还好我之前在衣柜里面准备好了很多的魔法服装 只要我穿上这些魔法服装 我就能够变为他们的模样 我到底今天该穿哪一件比较好呢 我觉得还是从第一件开始穿吧 今天我就准备变为烈焰人了 哈哈小朋友们你们觉得我变得像不像 我待会就这样去捉弄麦奇 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希望麦奇不要被我吓得尿裤子 我准备做点坏事栽赃嫁祸给麦奇 到时候麦奇心里肯定很郁闷 好的我们要开始了 嘿麦奇快看这里 你认得出来我是谁吗 哦我的天啊 我的村庄怎么出现了一个怪物 快点离我远点不要碰我 你再不离开我的村庄我就要报警了 嘿麦奇你看下你背后的房子 什么你到底在做些什么 你居然将我们村庄的房子给烧掉了 天哪有没有人来帮帮忙 房子着火了 快点来救火 哈哈就是这样 村民们肯定以为是麦奇干的 我们来看看麦奇会是什么表情 嘿你个绿毛小子 你在做什么 是不是你将我们的房子点着的 我不是我 刚刚有一个怪物 一个会飞的黄色怪物 是他将房子点着的 我才不相信你绿毛小子 你要是不承认你将房子烧着的话 我就报警让警察来处理 哈哈他们要报警将麦奇抓起来 那真是太有趣了 哦不不不 我真的很抱歉 但是这个真的不是我干的 我真的是被陷害了 黑村民们发生什么了 快点停下不要逃跑 你因为纵火未遂被逮捕了 警察叔叔真的不是我 我是被冤枉的 不要再追我了 真的是刚刚那个黄色的飞行怪物干的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将警车给烧掉 然后他们就会以为是村民干的 快点不要逃跑的绿毛乌龟 哦我的天啊 那是谁干的 村民们是不是你们将我们的车子给烧掉 等等等等 真的不是我们 我们什么也没干 并且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看来你们和这个绿毛乌龟是义务 全部人都不要动 你们全部都被带了 你们要为你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我要将你们全部抓进监狱 黑警官我想是你们弄错了 真的不是我们干的 没错警官村民们说的对 我们都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快点闭嘴吧你们 这里除了你们我一个人都没看见 不是你们难道是我们放的吗 不不不警察先生你一定是搞错了 没错警察先生 我们都是无辜的村民 是那个绿毛乌龟放的火 然后我们才报的警 我才不管是谁干的 这里就你们几个人 赶紧和我回到警局里面好好接受调查了 哈哈麦奇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放出来 等他放出来后我该变为哪一个呢 先将自己变回来再说 这一次我该变成什么东西好 我想这次我可以变成苦力怕 等到麦奇出来我就去炸他 我心情不好也去炸他 哈哈这听起来就很有趣 我觉得我要换一种声音说话 要不然被他们听出来我的声音就不好了 真是奇怪麦奇居然还在这里 怎么还没被抓去警察局 嘿你们这些村民挡住了我的路 不给我让开的话我就将你们全部炸飞 哇我没想到他们居然这么跑 不过我只是想要吓唬麦奇一下 我现在只要躲起来 麦奇就能够逃离警察的追击了 哦天哪没想到警察们全部都跑了 这是我逃跑的机会 等到警察回来我就跑不掉了 太好了麦奇已经逃进树林了 待会我就过去吓唬麦奇 可是那些警察该怎么办呢 我想要这些警察离开这里 他们待在这里实在是挡住了我的去路 刚刚抓的那几个最烦你知道去哪里了吗 不管那么多了 我们赶紧上车离开这里吧 我真的有点害怕这个地方 我是不想在这里多担上一秒钟吗 太好了警察们终于离开这里了 可是麦奇为什么还要待在外面 难道说我刚当的整骨没有吓到他们 太好了麦奇已经开始离开这个地方了 我要赶紧跟上去看看 毕竟他的手上还戴着手铐呢 我真的挺好奇麦奇要怎么将手上的手铐给打开 太好了我终于逃出来了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将这个手铐给打开 先去工作台试一下 哦好吧我想麦奇很快就可以将他的手铐给打开 让我们来观察一下他接下来会怎么做 爱最近真的感觉非常倒霉 总是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 我现在要去敲门让麦奇出来 然后我就会将他给炸飞 哦真是奇怪 为什么会有人在敲门 不会又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吧 到底会是谁呢 黑麦奇快点看这里 哦我的天啊 刚刚我是眼花了吗 那个好像是苦力怕 他居然来敲我的门然后将我给炸飞了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真是倒霉 我的房子还被摧毁掉了一部分 看来我还要将我的房子给修复一下 不过还好我现在没有什么事情 正好可以来修复我的房子 太好了我又复活了 我觉得刚刚的那个恶作剧真的是太棒了 不过这并没有结束 我还有很多的伪装 我已经想到这一次我要用什么来恶作剧麦奇了 这一次变为墨影人怎样 我想这一次我要变为一个墨影人来捉弄麦奇 我猜测他现在应该在修建自己的房子 麦奇现在肯定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 并且他也不知道这是我对他的恶作剧 好了就这么决定了 这次我要变为一个墨影人 这次应该不会像苦力怕一样还要让自己复活 墨影人可是比其他的生物好玩多了 顺应能力简直不要太棒 但是我还没想好怎么捉弄他 我想先过去看看吧 我想就算我距离麦奇很近也是没有关系 因为我可以顺应 那样他是不会发现我的 最近怎么总是发生那么多奇怪的事情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变准人在耍我 又是苦力怕又是烈焰人 真的是太倒霉了 我觉得我今天还是要低调形式 因为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并没有结束 这真的很不对劲 爱我还是出去走走散散心吧 希望这能够让我的运气好起来 我或许该做点什么来让我的心情好一点 那当然是购物能够让人的心情好起来吧 哇哦这里有这么多的花可以让我选择 这些花我看起来都非常喜欢 我该选择那一朵花呢 看起来麦奇好像是要去买一朵花 我忽然想到一个主意 我可以偷偷拿走一朵花 然后去陷害麦奇 等到鲜花售卖员回来的时候他肯定会发现少了一朵花的 而那个地方又只有麦奇在买东西 麦奇肯定会被冤枉了 我现在要靠近一点去看看 为什么鲜花售卖员这么晚还不回来 你好年轻人 你是想要买一些东西吗 没错我想要购买一些鲜花 你可以为我介绍一下这些鲜花吗 不对啊我记得这里花的数量不太对劲 你是不是偷偷将它给拿走 哦店员冷静一点 我什么也没做也没看到你的花 快点站住你个绿毛乌龟 要么付钱要么将我的花还给我 真是服了一个乌龟怎么跑得这么快 太好了事情一直在按照我想的发展 这个售卖员果然以为是麦奇偷偷拿走他的花 哈哈太有趣了 不过这并没有结束 我还有几套衣服可以用 这次我想到了一个更好的主意 我要让麦奇彻底崩溃掉 我要让他怀疑是不是老天是不是故意针对他 没错我现在要放弃假扮莫影人了 这次我要变为一个能够在远处造成伤害的生物 没错你们没有猜错 就是可以发射弓箭的小白 不过在此之前我需要现将我的弓箭弹药补充好 我要将他的窗户全部射碎掉吗 那好像有点无聊 算了我还是直接射击麦奇吧 为什么要偷偷射击他的窗户呢 我可以直接去麦奇的家里去攻击他 我要一直射击他直到他害怕 太好了麦奇就在前面 我在想我是不是要用变种人同样的声音对他说话 这正好是偷袭他的好时机 嘿那个绿毛乌龟快点转过身子看下我 对没错我就是在和你说话 我让你将头对着我趴下来 哦我的天啊 一个骨架居然和我说话了 他居然还让我趴下来 请不要伤害我小白大人 哈哈哈哈麦奇这个样子真的是太搞笑了 他脸上那个害怕的表情真是笑死我了 呵呵放马过来吧 我麦奇大人是不会向你屈服的 你嘴上说着不害怕我 为什么身体还是趴着的呢 哈哈哈哈麦奇真是嘴硬 不对他现在在做什么 什么他居然还叫了救护车 好吧看样子他们会将麦奇给带走 不对啊 要是他将麦奇带走了我该怎么去捉弄他 好吧他们将麦奇带到哪里 我就去哪里捉弄他 好吧看来我只好再去换一件衣服 这一次我想麦奇绝对会害怕的 这个人经常出现在一些恐怖的故事和传说之中 没错这一次我要变成天 但时候我很想看一下麦奇看到 HIN的时候会是什么表情 他会不会觉得自己是被诅咒 要不然怎么会这么倒霉呢 不过麦奇现在已经到医院里面去了 看来我要去医院里面去捉弄他了 太好了我现在已经变为HIN了 我们现在不要浪费时间直接去医院了 哦对了我差点忘记说了 HIN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我变身成为了他当然也可以利用他的力量 哇哦这简直太苦了 现在就让我们去寻找麦奇吧 天都要黑了 前面那个就是离我们最近的医院 我觉得麦奇很有可能就被送到了这个地方 虽然我不太确定 但是看起来这个救护车和之前的那个很像 好吧我觉得麦奇很大概率就在这个医院 我们先进去看看吧 我要先想办法进入他的房间才可以 不过我要小心不能够被别人看见 因为我不想引起警报还有别人的助力 所以我要想到一个好点的办法进去才行 我知道麦奇肯定就在这附近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找到他 再去下一个房间看看 哦太好了 那个就是麦奇 终于找到他了 好吧他就在那个地方睡觉 现在麦奇在医院里面肯定以为他自己非常安全 但是他错了我待会就会让他大吃一惊 我已经想好了我待会怎么进去 我之前说过我不想弄出可大的动静 所以我决定变为一只小蟑螂 现在进入房间应该就不会有人发现了 我想没有人能够注意到我这个状态 我要赶紧跑到麦奇的房间里面去 我要想个办法先处理麦奇的事情 或许我可以发出一个怪物的声音来吓唬麦奇 到时候麦奇听到声音的时候却发现这里没有人 他到时候肯定会很害怕 不过现在要先变得很小才可以 因为那样麦奇就看不见我了 黑绿毛乌龟小子 你以为跑到这里就能够逃出我的手掌心吗 哦我的天啊 刚刚那是什么声音 到底是谁会发出那种恐怖的声音 是窗户那里吗 有人将窗户打碎 但是我并没有看到任何人 你朝着四周看看 你确定没有其他的人吗 哦我的天啊 吓死我了 为什么这个一开一关的 而且旁边还有其他的人在说话 为啥我一个人影都没见着呢 哦不不不不不 我肯定是产生幻觉了 不好为什么窗户会自己碎掉 我是不会让你睡觉的 只要你一睡觉我就会爬到你的身上 哦不不不不快点停下 我猜你肯定是吓唬我的吧 这个窗户碎掉应该是风吹掉的吧 我只要好好的睡一觉 一切都会会过去的对吧 我想我肯定是压力太大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哈哈哈哈 麦奇的反应真的是太搞笑了 这一切都还没结束呢 麦奇以为自己在房间里面睡着了就会没事 我现在要进去吓唬一下他 哦不不不不 给个那是什么东西 我好像看到黑马 不要再吓唬我了 你想要什么东西 我想要你的灵活 然后永远掌控你的身体 我才不要这样你快点出来你个怪物 哈哈我想我的我的恶作剧成功了 麦奇已经晕了过去 我想是时候回家了 哦不好 麦奇为什么怎么在地上睡觉 你还好吗 麦奇 我去找人来帮助你 哈哈太好了 恶作剧非常成功 我真的为麦奇感到难过 不过这还没有结束 我还有最后一个恶作剧 这一次我要变为一只渡虫 这是我的最后一次变形了 但是我还没有想好怎么捉弄麦奇 我想我先跑到麦奇家里面去先看看吧 不管那么多了 我先到麦奇的床上去吐他 或许他很害怕虫子呢 就这么决定了 我要在这里等着麦奇回家 然后我就开始攻击他 哦太好了 我终于回家了 医院住的真是不舒服 还是我的家里舒服 你高兴得太早了绿毛小子 你以为你刚刚遇到的都是幻觉吗 你跑那么快干什么 我又不会吃掉你 快点拿出你的勇气来对抗我 我才不会怕你这个可恶的变种人呢 我现在就和你战斗 你以为我会怕你吗 这么小个的渡虫我还会怕你吗 哦不要打我麦奇 这个渡虫实在是没有什么超能力 我有一些东西想要给你看 没错麦奇一直都是我 这变种人恶作剧全部都是我 结结真的是你吗 你真的太可恶了 所以说我一开始那么倒霉 都是你造成的吗 你知道我吃了多少的苦头吗 有本事别跑 我要让你知道我全都的厉害 我一定要好好教训 我让你站住姐姐 你个可恶的变种人 大家好我是姐姐 今天我们要为我们的家人建造一架飞机 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完成飞机的建造 然后带走我们的妻子和孩子 因为骷髅军团今天晚上会来这里 我们必须赶在他们到来之前离开这里 好的让我们开始建造飞机吧 那我们就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让我们从各自的箱子里面取出工具 还有很多必要的材料也对我们有用 我们快点开始今天这不可思议的冒险吧 我们需要尽快建造一架飞机 因为骷髅军团太强大了 所以我想拯救我的家人带他们离开 让我们现在就进行一场比赛 看看谁的飞机造得更好 我可以肯定你是没有机会赢得比赛的 为了我的家人 我一定可以把我的飞机建造得非常好 我希望一切都会顺利 而且没有人会来阻止我造出一架前所未见的飞机 好吧那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我的家人现在非常害怕因为骷髅军团晚上回来这里 因此我会抓紧时间完成并且不会被任何事情分析 很快我们就会知道谁的飞机是我们中最好的 我希望我可以赢得比赛并且保护好自己的家人 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姐姐我们是一家人 我希望你可以拯救我们 不用担心家人们我会保护好你们 现在我就要开始建造我们的飞机了 因为我们要躲避骷髅军团然后坐飞机离开 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并且不可以放松警惕 你们只需要等待我们一定可以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在傍晚前建造好一架飞机 你们可以在一旁休息等待 或者可以帮助我一起完成飞机的建造 可以解解你的飞机建造的进展如何 我看到你们才刚刚开始建造它 所以我觉得我有机会赢你的解解 因为我在建造一架非常不可思议的飞机 我可以肯定不用过多久的时间我会完成工作 而且会非常的轻松 但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可以放松警惕 不要让我分心脉气 我现在要认真完成飞机的建造 我们现在真的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 我得加快速度否则我们抵挡不住骷髅军团的袭击 请不要浪费时间卖起 我现在非常担心你 因此我将要开启认真模式工作 我想一切都会向好的地方发展 而且最主要的是没有人可以阻止我建造我的飞机 我等一下要去看看卖起的飞机 我希望一切事情都会如他所愿 我很好不用担心我要做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是为什么你要来打扰我的工作我真的不明白 我现在非常生气你所做的事情 总有一天我会将你打败的姐姐你做的事情真的太可 但是我知道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拯救我的家人 我现在要为我的飞机建造做好一切准备 因此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停下来休息 并且继续完成我那不可思议的飞机的建造 不久之后我就可以带我的家人离开这里 保护他们不会受到骷髅军团的伤害 他们非常的威胁 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他们看起来很快就要到我的手 我很高兴我已经建造好了基础部份 我现在要开始安装好这些玻璃 看到麦奇的飞机这让我非常的高兴 现在我要继续建造我的飞机 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分心的 因为我需要让我的飞机变得完美 我们不可以让飞机在飞行的过程中坠毁 因此为了确保我的家人的安全 我会非常仔细地做好这里的每一件事情 我们将可以飞到更远的地方 而且不用去想其他的后备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我希望我可以完美地完成这件事情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实施我的计划 因为我的飞机非常的完美 而且非常的坚固和耐用 我真的很想知道你在那里做什么事情 所以我现在要看看你的飞机到底坚不坚固 所以请你不要放松警惕结解 我等一下还会来摧毁你的飞机的 我觉得这会非常有趣的 我猜你现在正在生我的气结结 你为什么要怎么做麦奇 我真的不敢相信你会做这样的事情 你现在让我很生气 所以再也不要接近我的飞机了 我是不会让你将它摧毁的 你再来一次我就打你一次 现在我要向你证明我的飞机会比你的飞机好很多 你不知道我的飞机有多完美 所以我一定可以很轻松地引你麦奇 现在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再分心了 并且继续完成我的飞机的建造 还有一件事我想告诉你 我现在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工作 现在我将很快就要开始完成飞机内部的建造 首先我需要在这里安装一些设备 因为这是飞机起飞所必须的 我需要安装几台电脑 并且将这些电脑连接到所有的飞机系统 接下来我会制作一些楼梯安装在出口以及入口这里 我差点就忘记建造飞机的翅膀了 这真的非常重要 因为这是我的飞机起飞的关键 小朋友们知道飞机的翅膀叫什么吗 如果飞机的翅膀越大飞机就可以飞得越高 我想知道麦奇现在在做什么 我觉得他的飞机没有什么特别的 所以我甚至不想被他分心 我等一下去看看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完成翅膀的建造 看起来我的飞机已经完成一大半了 现在只剩下调节一下飞机的系统 是时候去看看麦奇的飞机了 你为什么要到我这里来捣弯 我真的不明白你想在我的飞机上做什么 我这里真的不欢迎你姐姐 快点离开这里吧 我不想在这里看到 真的太糟糕了 我真的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麦奇在建造一个如此糟糕的飞机 飞行的途中他不会担心家人的安全吗 因为乘坐这样的飞机是非常危险的 飞机随时都可能会坠落 这将会产生难以想象的后果 我现在真的很担心他们的安危 因为他建造的太糟糕了 现在我将完成我的飞机尾部的建造 小朋友们知道飞机的尾部叫什么吗 把你们知道的打在评论区 我不明白麦奇在我飞机的翅膀附近做了什么 哦不好他竟然摧毁了它 太好了我终于又一次向你报仇了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嘲笑 我是不会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的 所以我还会来找你的麻烦的 我相信这会非常有趣的 但是你对我造成不了威胁 哦你为什么要跑到我的飞机这里来快点离开园里 你想要摧毁我的飞机吗 快点离开这里 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你还不知道你做了什么耐气 我一定会报仇的你竟然毁了我飞机的翅膀 我再也不会让你接近它 因为你做的事情让我真的很生气 我也会摧毁你飞机的一部分 你真的以为我会放任你做这种事情吗 你真的大错特错了卖气 我现在再也不会在你身上浪费一点时间了 我要回到我的飞机继续完成剩下的工作 我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完成 现在我必须尽快完成飞机底盘的建造 这将是我完成飞机建造的最后一步 我可以肯定一切都会非常顺利的 很快我就可以测试我的飞机了 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结节 我是不会让你拿走我偷到的材料的 因为这对我来说非常困难 所以我不会再给你机会建造这么完美的飞机了 我真的不擅长建造飞机 我肯定这跟材料有关系 耐其偷了我很多建造飞机所需要的材料 这些材料是我费尽千辛万苦找到的 而且它现在试图摧毁我的一切 我是不会再让它这么做了 所以现在我必须冷静下来继续建造我的飞机 最重要的是我及时完成了 因为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点担心了 很快天就要开始变黑了 而且这就意味着骷髅军团快来 所以我现在得抓紧时间了 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安装底盘 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 这让我非常高兴 现在我只需要做最后的工作 因为我已经完成底盘的建造 在那之后我需要连接我飞机所有的设备 让一切都正常运转起来是非常重要的 我希望麦奇不会再来这里打扰我的工作 因为我已经听到一些非常奇怪的尖叫声 显然应该是有人遇到什么困难 节节我们现在休战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因此我们现在必须齐心协力 我是不会为这种事情再分心了 因为在我看来这都没有什么意义 我希望麦奇可以明白我的意思 现在最重要的是让我连接所有的电子设备 看起来它可以工作 一切都在按照我预想的方向进行 听我说节节你为什么不同意我说的话 而且我想告诉你我的飞机现在很需要玻璃 因为我没有带玻璃出门 所以我来找你帮忙节节 真的非常感谢你节节 我就知道你还有 你竟然在这种情况下还会帮助我 快点去完成你飞机的建造吧麦奇 还好我提前多带了一些玻璃在身上 但是我认为他们对我来说没用 所以就把他们给麦奇用吧 我现在真的希望麦奇的飞机可以建造好 而且最终不会在飞行的过程中坠落 所以现在麦奇应该不会再来打扰我的工作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因为时间不多了我得抓紧时间工作 快来看我的飞机节节 我希望你可以评价一下我的飞机 我希望你可以喜欢我的飞机完成 它真的很难 我现在想看看它怎么样 我希望它可以尽快起飞带我们离开这里 你觉得我的飞机怎么样节节 我认为你的意见对我来说很重要 说实话我真的很惊讶 因为在我看来你的飞机质量不是非常好 但是如果你建造了它 那你就得依靠它 我不能做出评价 祝你好运麦奇 因为我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我的工作 我们建造了一架非常完美的飞机 现在我们只需要等待骷髅军团的到来 那我们就不要再等待了 我们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我得尽快完成剩下的工作 如果骷髅军团很快就会到来 我们没有时间躲进飞机了 我绝对不会希望发生这种事的 我希望你知道该怎么做节节 我现在要把剩下的材料拿出来 然后完成工作 我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感觉好像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将要发生 我认为这一定是有原因的 现在骷髅军团已经到这里了 哦不好他们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现在我们必须想办法尽快躲避他们的袭击 并且还要和他们战斗 我的家人绝对不可以受到任何伤害 因此我们现在需要立即起飞 骷髅军团非常强大 我现在就要驾驶飞机离开 哦不好姐姐你在哪里快来救救我 我的飞机被一大群骷髅兵包围了 他们正在用弓箭攻击我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谁快点来救救我 如果谁可以听见我的声音请过来帮帮我 骷髅军团实在是太危险了 我们打破他们 我们无法独自跟他们对抗 哦姐姐你来了 我希望你可以帮助我和我的家人 我们快点将他们解救出来 这里真的太危险了 我们一定拯救他和他的家人 这些骷髅兵真的太强大了 快点上飞机家人 我们现在还是先到飞机上面 躲避他们猛烈的攻击 太好了我们成功将麦奇一家解救出来了 我们现在没有别的选择了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一家把我们救出来 你不知道我们当时有多么的绝望 看起来现在一切对我们来说似乎都已经结束了 但是我们接下来应该做什么节节 你有没有计划我真的非常困惑 我不明白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我希望你已经想出了可以摧毁他们的方法 我们现在要去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现在你要和我一起去打败他们麦奇 首先现在我要做一个可以下去的工具 然后开始捣水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跳进去 然后向下一步 我们需要和他们战斗拯救我们的家人 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们得将他们赶出飞机场 我希望你可以和我并肩作战麦奇 并且我们会消灭所有攻击我们的敌人 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所以现在让我们等待水流到地面上 然后立即跳下去和他们战斗 真的难以置信他们看起来非常强大 但是我们还是得小心一点 我觉得我们一定可以打败他们的 无论如何我真的很期待我们的家人可以安全回家 太好了麦奇让我们开始下去战斗吧 我可以肯定他们是没有机会打败我们的 我随身携带了非常强大的钻石剑 我就知道早晚有一天会使用他的 因此我们是不会停止和这支骷髅军团战斗的 我很肯定我们可以完成这项艰难的任务 但是我们还得小心一点 否则我们可能会受到非常严重的伤害 我可不想被骷髅军团给打败 不用担心节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现在正在和你一起战斗 我是绝对不会退缩的 看起来到目前为止我们做的都很不错 我们已经摧毁了很多的骷髅兵 我已经感觉到很快这支骷髅军团就会全部灭亡 我们得加把近了家人们很担心我们 他们的弓箭真的非常强大对抗他们太危险了 太好了卖起骷髅军团只剩下一点点了 所以让我们现在摧毁剩下的一些骷髅兵吧 然后我们就可以庆祝胜利了 我相信我们很快就可以结束这场战斗了 你们已经没有机会打败我们了 你不知道我现在强得可怕 但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快点到你的飞机上 然后带走保险箱里面所有的东西卖起 你不是说那里面有很多宝贵的东西吗 我觉得这值得跟这些骷髅军团战斗 你说的对姐姐好的现在我们需要尝试着进入我的飞机里面 那里面真的有非常多的珍贵材料 我觉得我们必须将它们带走 你不知道那些材料对我来说有污漠的重要 我可不想丢下它们离开 所以让我们现在就进去吧 然后把保险箱里面的所有东西全都带走 我希望那些东西依然还在里面 好吧现在快点去拿你的东西卖起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因此现在让我们看看你的保险箱里面有什么珍贵的东西呢 我真的不知道你到底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放在这里 等一下麦奇这就是你所说的珍贵的材料吗 都这种时候你还在跟我开玩笑 你这是拿我们的生命在开玩笑 这真的对我来说很重要 所以我们现在不要再吵架了 并且尽快离开这里我可不想和你吵架 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和精力了 好吧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在这里纠结这个问题 我们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快点到我的飞机上去 等到骷髅军团变强大就不好了 我们现在急需到水流那里去 然后到飞机上去和我们的家人团聚 我现在不想再和他们战斗了 所以现在让我们快点上去躲避他们的攻击 我想我们再也不会来这个地方 因为这里已经变得非常危险 我不明白这些骷髅军团是哪里来的 而且现在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了 好吧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很快我们就会和家人团圆 真的多亏了你姐姐因为你建造了这么完美的飞机 我非常的感激你你拯救了所有人以及我的家人 所以现在我们终于安全了 我想谢谢你并且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不知道救了我和我的家人多少次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报答 我们终于回到我的飞机上了 我们还有充足的食物 而且我们的家人都很安全 这真的让我非常开心 假如你在你家的监控中 发现一个陌生人在你家 那么答应我 请赶紧拿出你50米的大稿子 在地下挖一个避难所 因为这个陌生人很有可能会摧毁村庄 你一大早干什么呀 土豆 我还没睡醒呢 野哥 我家里好像进坏人了 怎么会 咱们村子可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安全村 不可能的土豆 你一定是没睡醒 我先回去睡觉了 你自己在家玩吧 你相信我呀野哥 我所有的宝贝都被偷走了 我昨天新买的花都被偷走了 而他好像是来我家购物一样 冰箱都给我清空了 既然是真的 冰箱里面的食物 竟然真的都没有了 你确定不是你哦 汉吃全都吃了吗 不会的野哥 你知道的 我自己家的食物 我从来不吃光的 我就怕我晚上饿啊 那好吧 看来是真的了 可是他会从哪里进来呢 没有地方能进来啊 真的野哥就咱们村子的治安 他们不可能从大门进来 这里是什么 哎土豆 你家里什么时候挖的地下室啊 你是有什么宝贝 背着我藏起来了吗 什么野哥 不可能啊 我怎么可能背着你藏东西啊 而且 我从来没挖过地下室啊 就这里 你自己过来看嘛 我想 这是一个通往地下深处的通道 真的吗 那就肯定是小偷挖的了 而且我敢说 小偷一定藏在通道的尽头 那我们怎么办啊野哥 要不咱们 把它堵上 不不 土豆 你敢不敢跟我到里面看看 我当然没问题了野哥 就是不知道你行不行了 我当然也没问题了 出发 哇 这个小偷竟然还在这里设置了机关 这个小偷真是心思缜密啊 是啊野哥 你这个小偷可真可恶 那咱们有怎么过去呢 这里面全是岩浆 看我的土豆 看 这不就跳过来了 可是我怕野哥 你别怕嘛 你就像我一样 肯定没问题的 好吧 Yes 我也成功的过来了 呜呼 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一扇门了 土豆你有没有看过 那些地道里面藏着很多机关的 野哥我还真看过 你说的是那种一打开门 就会飞出案件的那种吗 你还挺聪明的呀 土豆 你说的对 所以我们要小心一点开门 哦不 野哥还真被你猜中了 果然一打开门 就会有案件出来 还好我背包里面有水 不然的话 今天就出大事情了 我看明白了土豆 我们每一次打开门 就会有案件飞出来 所以 咱们一定要趁着开门的时候 飞出来案件 快速进去 这样才不会伤到我 就是这样 冲了 原来就是这个发射器的问题 野哥野哥前面没路了 是一个通往上面的梯子 都到这里了 咱们肯定要上去看看 我听你的野哥 走咱们上去看看 小心点土豆 别吊下来了 没问题 前面是一个盖子了 没事咱们打开进去吧 让我们谨慎行事 没问题 这是哪里 小偷的家吗 不得你看看 这些都是你家的东西吗 是的野哥 你看 我的花和我的钻石都在这里 你看我的冰箱野哥 他把我家里好吃的东西 全都搬到家里来了 好好好土豆 你竟然背着我 藏了这么多的食物 我没有野哥本来想跟你分享的 结果被他偷走了 好了 我不跟你计较这些了 我想 这里肯定是小偷的家了 没错 咱们出去看看 这里好眼熟啊 怎么好像跟咱们家门口一样 你看 这不就是咱们家门口吗 这是你家 这是我家 什么 这个小偷竟然就在咱们家里 好 土豆 既然小偷已经埋伏到咱们家里来了 那咱们 就给他来搁将计就计 好野哥 咱们这就行动 首先咱们 先在你家的门上安装上摄像头 这样 咱们就可以监视你家的一举一动了 全方位无死角监控 我倒要看看这个小偷有多大的本事 现在咱们回我家 等着就行了 接着 咱们两个需要在这里蹲守一下 你有发现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野哥 没有土豆 你别着急呀 土豆 我感觉他应该不会再来了 耐心一点土豆 不 快看你的书架 什么 那是什么 这是不是新闻上 说的那个番茄将大道 不会吧 竟然是一个逃犯 你看他的双手 因为常年偷吃番茄酱 已经被染成红色了 可是他怎么会从我的书架下面上来啊 别急我们再观察一下 他好像在看你家里是否安全 这个人还是挺谨慎的 没有轻举妄动 快看他去翻你的冰箱了 什么他怎么又从你的冰箱里面 拿出了一块西瓜 你冰箱里面 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吗 怎么还有西瓜 也跟我刚才偷偷藏在里面的 好好 你到底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没有了没有了 这次家里没有什么东西偷了 他走了 只是他竟然 住在我的书架下面真奇怪 果然 今天早上我看新闻的时候 新闻上说的番茄酱大盗 原来就是他 他竟然跑到咱们村子里了 而且 他竟然住在我家里了 野哥 我好害怕 别慌咱们 早晚把他抓住 不能让他逍遥法外 听说他还会变身术 变得非常的大 可能会摧毁村庄 所以 我们现在需要先建造一个地下避难所 好的野哥 抛出咱们五十米的大岗 OK就是这个位置 咱们现在开始往下挖吧 顺便补梯子放上 然后再挖出一个空间 放上沙发 桌子 以及本店吧 好就是这样 现在这个样子 大概就可以了 足够我们在地下室里面 生活了 来了来了 在外面守卫的村民 给我们信号了 走土豆出去看看 我倒要看看 他能做出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什么他怎么变得这么大了 果然像电视上说的一样 他看起来好凶啊 怎么回事 吴波这太吓人了 我们必须 要想办法把他抓住 不然得话 咱们得村庄就要被他毁灭了 走赶紧赶紧回地下避难所拿装备 快快 给你装备土豆 赶紧把装备穿上 土豆拿出你五十米长的剑 冲了 我们成功了土豆 太好了 这个怪物也不过如此吗 假如你一觉醒来发现自己 出现在了一家非常诡异的研究院 那里的护士随时都会把你 要是你们的话是会听天由命 还是想办法逃 我的头真的是太痛了 这是什么地方 我不是在海上航行吗 怎么突然出现在这里呢 你好水手 我是这家医院的护士桃子 今天早上我们的人发现了 你晕倒在海滩上 所以我们就把你给救了下来 你好桃子 我是水手阿俊 我想起来了 昨天的时候遇见了海浪之后就昏迷了 原来是这样呀 一个人救好 我这就给你开要去 并做一些简单的身体检查 等等医生什么一个人就好 我感觉我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 不不过你现在还不能离开 先乖乖的在这里等着 我马上就会回来 只是一些简单的检查 不会疼的 这个护士给我的感觉这么古怪 总感觉会有不太好的事情发生 要不让我先参观一下这个医院 哇不得不说 这家医院的装修风格 特别像一个机体 到处都是一些带密码门的房间 等等什么声音 好像是嘴里被传过来 让我过去看看 也许能发现什么 哎呀快点去手 不要伤害我的身体 发生了什么 我怎么听见一个尖叫 那双腿怎么消失了 快点就有变化 很抱歉先生 我们不得不这么做 因为只要这样 我们的实验药术才能成功 我劝你还是乖乖的在这里躺 我的天哪 刚刚那个医生拿走那个人的 这家医院果然有古怪 这里也没有 是家里的医院 等等接下来这种事情 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不行我得赶快想办了 逃离这里 我可不想失去的双腿 等等阿俊先生这个时候 在外面做什么 你刚刚不是在里面吗 还有你是不是看到了一些 不该看的东西 我想你该乖乖的给我回去 快点给我走开 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是一家狐狐医院 我现在就要逃离这里 别想抓到 这里应该就是出 等等 糟了居然打不来 不可能一定有其他出口的 一定有出口 你看起来迷路了真是只想能到 我早说过乖乖的 跟我回去要赶快赶快赶快赶 阿俊先生看来你醒了 你是不是想试图逃跑 别想了到目前为止没有人 能逃出这家狐狐医院 我的身体怎么没有办法 糟了看来我是这狗姐 好了阿俊先生 我劝你还是不要挣扎 乖乖给我躺在这里 成为我们的实验品了 看起来有另一个病人的情况 比你严重 我需要马上赶过去 乖乖的在这里 等着我马上回来 太恐怖了我得离开这里 要不然我肯定也会被 当作实验品变消失了 好吧让我来挣脱这个神组 看我使用超级大力 拳太好了成功了 我比看起来强壮一点 好吧我得赶快逃离这里 我们不会待在这里的 糟了这个大门被完全锁住 看来从这里出去是不可能 有了那里好像有个窗户 看我直接爬上去 让我在附近寻找一个 有没有梯子 太好了这个箱子中 果然有真是天助我也 就是这个通风口 我现在就上去 将这些梯子全部都放上去 看样子这个距离 刚刚好我这就上去 跑得现在已经成功的上来了 这个通风管道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坚固 等等我听见那个护士 我得小声音一点 避免发现我 阿俊那边已经被我处理完了 我现在可以给你做简单的检查 可恶他跑了 我得重置其他护士 离开这里 好吧如果我继续这样下去 应该就能找到出口 这样真的是太难受 但是我没有办法 等等这是另一个病人猪的 你不能永远把我关在这里 快点放我出去 我不需要你们的制度 不不不你需要冷静下来 不然的话小心我便会 天哪这真的是太恐怖了 刚刚那个医生 直接把那个人变消失了 这地方太疯狂了 我要加快一些素兵 等等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 让过去看看也许有我认识的 快点放我出去 不要让我变消失 天妮那个不是铁柱 没想到他也被带到 给我乖乖的待着吧 不要妄想跑出去 我现在就去找你那个同伴 他真的叫我 不行我得想办法 把铁柱给救出来 要不然他肯定会遇见 一些可怕的危险 有了我现在从我身上 拿出一些东西 把他丢在大厅这样的话 他们肯定会被吸引过去 这样我就可以顺便看铁柱 好的事不宜迟 我这就开始行 等等什么声音 好像是从大厅出来 我们快点过去看看 他也许就在那里 太好了那些故事已经六七 我现在就要跳下去 把铁柱给救出来 俊哥真的是你啊 我还以为你已经被被消失了 没有的铁柱 我趁机逃了出来 好了这里不是叙旧的时候 我们快点逃离这里 我这就帮你把身上的绳索给解开 太好了俊哥 我终于可以活动 是的铁柱 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再从排风管道出 因为排风管道压根 不能支撑我们两个人的重力 那俊哥我们现在应该走赖 那个医生马上就会来到我们这里 有了铁柱 刚刚我通过换医间的时候 发现了很多医生的衣服 我们可以穿着这些衣服 从这里跑出去 就是这个地方 让我们快点把这个衣服穿上 俊哥我感觉我们这个样子 太像一个警察 我们肯定能从这里逃出去 是的铁柱 我们快点把这些东西穿上 那小伙伴们 你们感觉我们的铁柱 能从这逃出去 麦琪 你听说了吗 现在坐轨道 就可以上别的星球了 快看就是那里 但是写的什么呀 贫穷和富有 麦琪应该是说 已留有两个星球 这是什么意思啊 一个是代表贫穷 一个是代表了富有 可能是那两个星球上的资源不一样 姐姐 我想选你那个 哎呀 对于我来说都一样 因为不管是任何一个星球 我觉得 我们一定能发现 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 在我们地球上看不到的东西 好吧 那我们现在就乘坐小电梯出发吧 麦琪它为什么总比我快呢 不会是因为麦琪它比我体重轻吧 好吧 我承认我最近吃的有点多了 但是这个天梯是真的太好玩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坐天梯来到了星球 哇 真是两个星球 好吧 我看到了一个满是钻石的星球 旁边那个星球 是整个泥土的星球 非常遗憾的是 我已经来到了钻石星球 哈哈 那应该庆幸的就是麦琪它们星球了吧 不过没关系的 我觉得这个星球我们完全可以探索 而且我们可以相互 如果在这个星球上 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资源的话 我们可以带着这些资源 拿回我们的地球 然后去对换很多很多的钻石 盖一座大房子 麦琪很不幸 我又选择了钻石星球 哼 结结 为什么你的命运总是那么的好 不过没关系的 一切才刚刚开始 家人们 我觉得我们现在要探索一下这个星球 这个星球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安全 快看天空中飘的那是什么 好像是一颗一颗的陨石 如果我们被它撞到 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快看麦琪 它已经撑起了它们的小伞 这样它们那里是绝对的安全 那我现在也要为我们建造一个小伞 以免被雨时袭击 我现在又用钻石块搭建一个小伞 先用钻石块立起来一个柱子 当作小伞的棍子 然后上面建造一个平台 这样我们就可以短暂的躲在这个里面 这就是我们临时的庇护所了 它看起来足够坚硬 这样我们可以有暂时的安全 等等这是什么 好像是金块 天上掉金块的感觉 这真是第一次感受到 快看麦琪 那个星球好像什么也没有 只落下了很多火焰 哎呀姐姐 我这里为什么和你那里有天差地别呀 麦琪一切才刚开始 不要着急 快看 这里还有很多我们之前见到过的钻石猪 一会我们可以收割一下猪肉 也许这和我们在地球上吃的猪肉 有很大的不一样 现在我要收集更多更多的资源 把它一起带回我们的地球 黑这些小猪 我一定要把它们拿下 也许这样的猪肉 在我们地球可以卖出很高的价格 这又为我们新建一个 大大的别墅提供了不少的资源 现在我觉得我的首要任务 是应该建造一个庇护所 在这样的一个充满危机的星球 如果我们没有庇护所 我们很难长时间的待下去 我现在用绿宝石建造我们的庇护所 别问我为什么这么土豪 建个庇护所竟然还用绿宝石 你们知道的 最好是越少越好 嘿 我亲爱的家人 现在我把我刚才收集到的金块 放在我们的房间里 这里目前是整个星球最安全的地方 现在你们的任务是安心的待在 我为你们修建的庇护所当中 接下来我要探索这整个星球 也许我们会发到 发现更多更多的宝藏 爸爸我们不要待在庇护所当中 我们要跟着你一起探索星球 好吧 那你们可以跟着我 但是你们一定要站在我的身后 这样我可以尽可能地保障你们的安全 因为我们即将要探索的这个星球 是完全未知的 没有人类来过的一个这样的星球 快看 这个地方真的是到处都是宝石啊 我们现在可以从这里一跃而下 直接跳下去 你们可以在上面等我 因为我不确定这下面会有什么怪物 等等这个星球不像是没有人来过呀 这里怎么会有木头制作的梯子呢 这里还有两颗大大的星球在转动 这里的一切都太神奇了 嗨我的家人 让你们等我怎么跑过来了呢 这下面怎么有这么多的钻石墨影人 这些家伙是在这里守护这些 祖母绿宝石嘛 看来这些家伙真的是太难对付了 他们的拳头打在我的身上 简直就像石块砸到了我 等等这里有一个宝箱 这里装的是什么 好像是TNT 可以远程发射的TNT 好吧 现在我就把这些墨影傀儡也给直接炸掉 但是我觉得这样有点危险 因为他和我的家人缠斗在了一起 所以我这样很有可能会伤害我的家人 现在我们可以回去了 因为我刚才已经拿到了珍贵的资源了 可以重新改装我们的庇护所吧 好的我们现在就回去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麦琪那边怎么样了 他那里的小草屋 刚才发现他那里有很多火焰砸到了他那里 所以他那里可能需要我们的帮助 我们还是抓紧上去吧 不能让麦琪他们受到伤害 我的妈呀 等等我们的绿宝石 那庇护所怎么成这样呢 好像被偷走了很多绿宝石的石块 而且所有的金块都被拿走 等等那是麦琪 是麦琪干的 嘿 杰杰 你看我干什么 我去你那里获取了一些钻石资源 因为你那的星球真的太富有了 而我这个星球只有泥土方块 所以 我需要用你的钻石来建造我的庇护所 我想你应该不会生气的吧 麦琪你来找我 我一定会给你的 但你为什么要抢走我的金砖呢 你这个家伙分明是想来我这里搞事情 我必须得给你这个家伙一点教训看看 哼杰杰 你休想过来打败我 我现在已经有了十块 我现在要建造出一堵墙 来阻止你的进攻 麦琪你觉得你抵挡得了我吗 麦琪你不要再跟我开玩笑了好不好 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既然麦琪这样的话 那我们也需要建造出一堵墙 来玩上我们的星球城堡 现在我要和麦琪展开一场星球保卫战了 我的家人们 你们觉得麦琪能打得过我吗 我觉得麦琪根本就不是你的对手 而且我觉得他会输得很难看的 是的 我觉得你说很有道理 所以 今天我必须要让这个家伙 见识一下我真正的实力 结结我有了这一面墙 你根本就过不来 快看那个家伙嚣张的样子 你别忘了 别忘了我可是有远程TNT 就在我的星球 我刚刚发现了这个这款星形的武器 什么你可以远程攻击我 但是你还是够不着我 那我现在就要搭建一个延伸出去的露台 这样可以延长我的攻击目标 好的就是这样 现在我已经可以成功的把TNT送到结结的面前 结结即使你可以打到我的星球 但是 你还是对我造成不了一点点的伤害 结结 你别高兴的太早 等我先把你的星球炸成一个稀巴烂 我再过去收拾你 好了是时候近距离的 让迈奇尝尝我的厉害 我现在用一颗传送球 传送到了他的星球 我现在完全可以摧毁他所有的地方 包括他的房屋 等等迈奇 这个家伙到底躲在了哪里 哎他在那里 我要炸掉他 我只针对你 但我不针对你的家人 现在你的星球的大半部分 已经被我的炸弹消失掉了 结结哥 结结哥 我现在知道错了 我现在道歉还来得及吗